近日2024年日历与1996年一样的话题引发日益 不少年轻人在网购平台寻觅购买1996年的旧日历 掀起一股买本旧日历过新年的热潮 日历为啥会撞脸 对此科普专家表示 每经过28年 瑞年日历就会相同 我们正常来说 一年不是365天吗 那这365天呢 就相当于是整整52个星期 再多出来一天 假如说今年的1月1号是周一 那明年的1月1号就肯定是周二 7年之后这个星期几就回到原位 就是一样的 4年有一次润年 然后7年有一次星期几是吻合的 好 所以这两个条件我要想同时满足 我就得是4年循环和7年循环 找一个最小公倍数 也就是说每隔28年都出现一次 日历完全一样 今年是2024年 往前到28年就是1996年 尽管2024年与1996年两年的公立日期分布完全相同 但农历并不相同 且因为四年一润 百年不润 四百年又润的立法规则 美国28年润年公立壮脸一次的算法仅适用于百年以内 比如说我们公立过生日 比如说五一星期几 这都是相同的 但是农历是不一样的 今年的春节大年初一那一天发生在2月10号 但是1996年的大年初一那一天是2月19号 四年一次润年呢 是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规定的 但是有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逢百年的时候 不一定就是润年 2000年是润年 但是2100年 2200年和2300年都不是润年了 这个呀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在逢百年的时候 四个百年里边只有一次润年 所以呢 咱们刚才说的4728那个规律 就截止到2099年 此外 2024年的独特之处 不仅是公立与1996年相同 由于农历每月长短依据的是 月向阴晴圆缺的变化周期 且即将到来的农历假成年没有润月 因此农历农年将比公立2024年的366天少12天 那月亮圆一次 就是29天多一点 29天半 农历的月呢 是29天或者30天一个月 它不会有像我们的31天呀28天呀 这种特殊的 这样我们才能每个月的15月亮都是圆的 每个月的初一都是没有月亮的 所以它为了吻合月亮 这一年呢是没有润月的 那这样排列了一年12个月之后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差不多这一年呢是354天 因为2024年是润年 所以农历的这一年 跟我们公立的一年相比要相差12天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今年是在2月10号过年的话 那么明年呢就会提前12天过春节 过年 那这就是两个日历的区别 我们下期见